好,那我们来看急救片 10.急救 促导致症多由头部或上背部他处体伤所致 或两者皆而有致 主要分为脑中风、癫痫及心脏骤停等 脑中风发作会口眼弯弦偏摊无力 癫痫则咬牙切齿抽搐有力 两者皆由头部体伤所致 心脏骤停一定昏迷不能表达 且其过程手脸或有变化 此际不同于脑中风或清醒或昏迷 也不同于脑中风口眼弯血与癫痫 手脸抽搐扭曲变形 心脏骤停所致猝倒有多种情况 或心脏病发自述胸闷胸痛而倒下 或手舞胸口脸部微变而倒下 或面无表情全身瘫软而倒下 凡此种种皆由上背部体伤所致 其欲后 有因热能上足而自己苏醒或被救醒 亦有因热能瞬间耗戒而抢救护肖 好 触倒也就是突然间倒下去 很紧急 不爱头部跟上背部的问题 那头部发生的就是大家最常见的 就是什么 癫痫还有一个什么 脑中风就是这两个 那上背部就比较危险的 上背部引起的就是属于什么 心脏疼难间 习说是心肌梗塞 我认为那个还是像 应该这样说 也许应该比较贴切 我是用心脏揍脸 因为你心肌梗塞你还要检查 有没有梗塞 那我们远起点要不要检查 不用 所以我在考虑用沉上 我还是选择我们能够理解的 原始点医学人理解 好 那头部的分法 它倒下去 癫痫跟中风分得出来吧 癫痫喔 它动作比较大 也就是它四肢会抽筑 然后脸部喔 好像扭曲变形 甚至眼神飘污不定 然后甚至吐白梦 吐白梦 那中风它不会吐白梦 它是怎么样 流口水 你们只要分析 这里书上我是没有写的 但因为看过很多这种倒下去的 我发现它们两者之间有很多不一样 一个静态 一个动态 它扭曲变形是癫痫 眼神飘不定也是癫痫 但是中风它口眼关 歪到一边 歪到一边 比较静态 然后它偏瘫 就是好像一手一脚 突然间我就无力了 它不会这样抽筑 所以你看到动作越大的喔 那一定是什么 癫痫 那癫痫有没有危险性 一般是没有危险性 但它有时候来得很急 会很下 那处理上 中风跟癫痫都是按头部 那两者基本上没有立即危险性 基本上 包括脑猪血 我们也看过很多 它不会立刻就挂掉 但心脏作品会不会立刻挂掉 会啊 有时候一两分钟 你有时候耽搁了三十秒 可能这一个人就完了 有时候两分钟内就决定胜负 就是生死已经决定 所以真正急救的 我越来越设定 应该是重心摆在哪里 心脏 而不是摆在癫痫 脑众风 虽然都会倒下去 所以这样来看 我们应该要 除了癫痫 脑众风要分辨之外 更重要的是同样倒下去 你如何把心脏奏停跟癫痫 还有脑众风做七格呢 好 那这样我们就要来观察 心脏奏停它会不会有动作 会不会 它没有动作它就直接这样 真的吗 会有动作吗 认为会有动作的举手我看一下 它还是会有 认为没有动作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可见你们还没死过 哪有关心啊 所以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好 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一定要从影片来看 我现在跟你们争论 反正丢一个问题给你嘛 但是这个一定是用案例来说明 我们来放一些案例给你们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开始 看心处导处导的一些语片 好 在放之前我还是讲解一下 其实它是有动作的 简单讲 怎么会没有呢 它有些人要倒下去 我这里就有写手摸的胸口 然后来不及讲话就怎么样 这样 倒下去 有些人还会讲几句话 你说我胸很闷很痛 然后没有人处理 而隔不了多久又倒下去 真的就挂了 也有人是这样 对不对 那又有人来不及反应 脸色都没有变 他就直接啪一声就倒下去了 所以他要倒下去 有这几种状况的 那在第一步讲还没有放之前 我就把它先讲清楚 倒下去 我这里有写 洗衣后 有些人会活 有些人不会活 为什么 有些人如果热能够的话 他会自己起来 你不用按他也会起来 那有一些人他一定要按才会起来 因为倒下去那一刻 是属正还是属壮 壮 壮还是正 那为正的举手我看一下 那为这个倒下去 那个动作是属壮的举手我看一下 真的还有人举手啊 你们都随便举手了 你别以为那个壮是倒下去 壮到地上就叫壮 我壮是指症壮的壮欸 那症壮的壮 我说要有伤口皮肤病有没有 组织受损 那你怎么能说倒下去 那个动作就是组织受损 不能这样说的啊 所以是属正还是属壮 正啊 所以短班程度好像还是不是很高欸 我有点高估你们 那如果是正 很简单 你第一个要正多数怎么样 他数以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急救是第一个是怎么样 不考虑内外队员 而是考虑怎么样 按推 然后按推我们已经讲过了 按推一定要找到开关 你按错了 真的人也没有了 那心脏的开关在哪里 上肺部 绝对在上肺部 这样一路坐下 全身的开关我都摸过了 前面怎么会有开关 西医没有像我这么认真的 我是从头摸到脚 那时候前后那五年啊 我不是玩开玩笑 为了找开关 前后哪一条筋我没有摸过 所以我现在在看外面的IP 他一出手大概有什么疗想 我心里清清楚楚的 他骗不了我 我是这样走过来 所以只要一出手 这个Y字房 绝对是原始点最擅长的 那后面才进展到乐园 所以他是症 那既然是症 有些他处理相处自是病症 引起了 要不要走法 一定要 没有按推 他有时候也醒不来 然后再来有一些倒下去的人 热能很严重不足啊 你如果没有很快 在两分钟内没有很快 他两分钟就走了 脸色就变了 变成怎么样 蜡黄色 苍白色 甚至再久一点还会发黑给你看 只要到发黑你都不要救了 只要到蜡黄喔 我认为救很难救 但是我昨天前几天 听到这里血缘还有救过 倒下去 然后脸色苍白 这在我看法很难救 结果他还把它救起来 哇这个够喔 脸色已经到苍白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后面我会解释 所以他有我们这三类 那他的开关又在伤背部 但是我们 我们知道现在的急救 不是按背部啊 现在老大不是我们 我们 我们即便对也不能大声说 因为我以前以为大声说 他们就会改变也没有 反正遇到他们该死的也会死的 那简单的讲 第一类他一定会自己起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西医检查的时候 诶明明挂掉了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然后也送殡仪馆了 就要火化把它抽出来进来 他还会动 这种故事多不多 因为多到不行 你只要上网一查 很多案例就出来 所以我本来也要找一些案例给你们看 所以我想一想都不用了 你上网就可以看得到 那死了怎么会复生 表示他怎么样 热能还没有耗掉 很简单嘛 好 那这样说来 死了又能够恢复的 那个第一类就是他热能够 你不要按他他也会起来 他第二类是怎么样 他体伤蛮严重 所以热能抬久 但热能不足以短期修护体伤 你延久一点 说不定他连那个最后的热能都耗掉 也挂掉 所以第二类的 一定要靠按推 那这个比较 我们是最适合的 因为原始点最快 现在三大医学里面 外治法最快的应该是原始点 你哪里重 我们一两分钟 这个 这个可以做三大医学来比 比就知道 他们要拿针还有那个 中医还要拿针 针刺些位的针 哪一个最快 出手最快 因为他们还要拔针 还要擦酒精 这又用完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跟你讲真的 而且好处就是 我们的工具永远不会放鸡蛋 所以我们随时就准备救人 只要你有双手就可以了 就可以真干了 所以我到了哪里 都好像有时候 我在飞机上就有救过啊 但是不是心脏作品 但是蛮严重 已经什么眼睛看不清楚啦 心脏快停止啦 然后叙述了一大堆病症 但是当初飞机在旁边 没有医护人员 噢很紧急 我一听 那明明是在叫我嘛 非我弄死啊 为什么我工具随时带着嘛 那中医不可能带针上飞机的啦 那西医也不可能带药上来的 那这个一定是找我的 我说没有人会跟我讲的 去处理一下就搞定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因为他们飞机上都有热水袋 我叫他用热水袋温风 睡一觉起来都好了 好了还问我什么 那我下飞机还要不要去医院 已经都好了 他还 他以为我做的不过瘾 就只要把它揉一揉 所以很多人接触了 现在医疗以为要跑到很复杂才好 那明明身体已经好了 他还要怎么样 所以 所以在医疗上我认为 哇原始点真的是 这个条件特别好 因为我们随时都有 那好 开关我们也都找出来 不用怀疑前面没有开关 就像哪里痛按哪里 我说一般症多数他处体相同 这个是最最基本原则 你一定要从他处来解决 你怎么会按换处呢 换处是怎么样 已经揉了没有效才能说 确定换处那个很少了 了解吗 症多数他处 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 好那简单的讲 我有时候在想 西医 西医有没有救醒人 有没有 有啊 真的有 那你看应该是属于哪一类 第一类 第一类 第二类呢 一定要按才能起来的 他们有没有办法 没有 我也是跟你们想法一样 我们怎么会有 我认为西医可以救第一类 因为按座都能起来 那表示他不用按也可以起来 对不对 那一定要 第二类是要按对才能起来 那按对一定是大开关嘛 对不对 那就是原始点喔 到第二类到第三类 其实都是原始点的 但原始点你也不要自满 因为当你遇到第三类病人的时候 你稍微稍纵即逝 他很快热人就耗掉 你稍微晚一点出手 你还是会尝到失败 所以真的一定要我这样想 好 那再跟你们讲 如果心脏骤停了 因为现在医学是不承认 他们一定要照出来才说 这个是不是心肌梗燥 那其实是照不出来 为什么 我从很多例子看出来 有一个跟我讲 他说他们夫妻啊 就志光跟我讲的真实故事 夫妻就是坐计程车 然后他先生就在车上 就是处打 他太太很紧张啊 那司机若无其事 你随便帮他抓一抓 那他太太也没有学原始点了 真的就随便抓 什么脖子啊头啊什么 背骨啊都把他抓一抓 抓一抓进来醒来 但是他们醒来是心里不踏实的 就马上去医院检查 检查没有问题 说什么心脏什么都没问题 没有问题就回家了 他回家他先生就上楼了 然后隔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就下来跟他带来讲 我刚刚在上面又倒下去 他还笑了一跳 怎么又倒下去 那表示医院没有检查出来 是不对的一定有医院 赶快又去医院 检查又没事 但是他这一次看来 心里特别不安 就说我们不想回去 万一我先生又倒了我怎么办 要不我们住院 医院也同意就留院观察 到了凌晨再次发作 西医抢救不紧也死了 所以最后确定 那这没话讲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但是当他恢复起来的时候 是都好好的 你就传过水无痕啊 所以你怎么断定 他们说心肌梗色才会死 你不信你这些死的人 难道都心肌梗色吗 你一个一个接看看 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都是心肌梗色 为什么当时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他们怎么能判定死亡 他应该解剖才对啊 那如果你说 生死的关键是在这个增结 呼吸跟心跳 他都没有才是叫死亡 你也开出死亡证明 但问题就来 为什么这些人有些人又活起来 所以中间的这些矛盾点 哇我问这个问题啊 整整一个月 夜以继日日以继夜 这样翻来附近 整整一个月 所有画面都在我脑袋里面转了 转到最后我终于转出来 有几个关键点 一定要理清 好 这些 我大概介绍完了 我想这些后面的我会继续讲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 让你们 开始怎么样 开始来熏悉生死的影片 就是倒下去 你们来看 这个应该是心脏瓶子 还是脑中风 还是癫痫 我们来看一些影片 好 开始 促导之症 下面我来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首先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北红大学的在校学生 我来自河北红大学的在校学生 下面我来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首先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北红大学的在校学生 我来自河北红大学的在校学生 我来自河北红大学的在校学生 我问各位 这个是癫痫 老周风 还是心脏瓶子 我跟你讲 那个影片太短了 我也分不出来 但你们比我厉害 因为他眼睛好像往上掉 对不对 但是他接下来动作我们都没看到 他就切掉 如果他掉下来 眼神还飘忽不定 或是手脚还有一点抽筑 那我就可以确定 这个是癫痫 但接下来影片都没有啊 那 口眼乖血好像 眼睛又有一点往上 也有可能中风啊 对不对 他其他都静态的啊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他抽筑这些动作啊 所以也有可能中风耶 那也有可能心脏会不会这样 这样就掉下去有没有 也有可能喔 这稍微一个 所以这一个简单讲分不出来 不过这一个最后是活下来 好 那我们先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心脏骤停 我当过很多很多的会长 有一百多人的会长 但是呢 可是呢 没有这个问题 真的很温馨 大家真的很亲 感觉很亲 而且每个人 乐于奉献 乐于给予欢笑 乐于给对方快乐 这是很难得的 我问如何 好 注意他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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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怀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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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开始要倒下去之前有什么动作 开始搓手然后摸这里 然后开始脚步不稳 然后紧接着一连串的动作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他在搓手然后摸心脏的时候 感觉这个动作出来 脚还没有不稳的时候 那时候心脏的状态是怎么样 有没有停止 还是继续正常的跳动 蛤 这个值得看好 好 简单的讲他会有这个动作 我想了很久 我的判断 如果心脏他是正常的 他不会有这个动作 那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他的心脏已经产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到倒下去那个时间都很短暂 有没有 那我确定他心脏出问题 应该就是心脏皱顶 你也许你会说那可能没有全部皱顶 部分在那个都不是讨论 反正他就是有整个运作已经出现问题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就把它归为心脏皱顶的 已经都一直在发生 才会有这些动作 如果心脏没有皱顶 他不会发生这些动作 了解吧 所以我也当时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这样 最后 有一个加拿大的志工来 他跟我讲 我也是问他这个问题 我说 心脏这么平 人还会不会有动作 两个志工同时回答 会 我说你凭什么说会 我老爸就是啊 我老爸进医院 然后西医用心电图啊 然后呼吸器都测不出来啊 所以西医就当场说 你爸已经挂了 然后他们也来叫很多人助念 就他们越助念越毛 为什么 他爸爸嘴巴还在动 这样 然后他们就是越念越乖乖 他死了怎么还在动 又去问西医 西医说 他等一下就不动了 他等一下就不动 因为你心脏已经都皱顶了 也没有呼吸就死了嘛 所以等一下就不动 所以他们说 所以他们才说 我们根本看到他还在动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就 啊 最后也真的死掉了 所以我问他们 心脏如果停止会不会有动作 竟然会 所以你再这样想想看 他那时候 其实应该心脏就停止了 我这样讲解你们理解吧 所以也不要再分 他是停一半或停一半 他作品发生的时候 会不会有动作 有没有 我第一个问题 所以他有时候手或碾 还是会有一些改变 但改变了倒下去 他就不再改变了 他完全就静止了 这是跟那个脑中风或癫痫 最大的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看 手或脸或有一点变化 你就判断 这个是脑中风或是怎么样 不要太武断 看不出来的时候 有可能在短时间 是看不出来 那你要再继续观察 观察个一两分钟 他就会挂了 你也不用救了 所以这时候 当机立断就从上背部了 分不出来就从上背部了 了解吗 这是 好 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个案例 应该还是不够的 让你们多看 继续看一下 国标舞业余组对抗赛 林姓男子和女舞者跳摩登舞 姿势表情很到位 没想到比赛结束后 林姓男子突然手摸胸口 坐在椅子上 不舒服的模样 没多久倒地失去意识 一同比赛的女舞者 连忙扶着她 还有人冲上前 CPR急救 一旁只是有人帮忙扇风 解开林姓男子的舞衣 所有人都急坏了 救护人员一抵达 立刻CPR电击 5分钟后 将人送一急救 人选告不至 一半都是 一分半都是两种 我们差不多 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 就 就ending了 所以说她只上场票 一分多钟就 对对对对 这一期猝死意外 发生在17号下午 57岁 林姓死者 有心脏疾病史 因为热爱国标舞 报名失职会 举办的比赛 参加自次不计分的 业余组 选手对抗赛 比赛前都好好的 比赛后 却倒地猝死 让现场比赛的人员感到相当难过 这一个患者 如果你们仔细听记者在说的时候 他跳完的时候 要回座位有没有动作 他什么动作 对熟胸胸 当他拿起来的时候 我问各位 这时候怎么样 他心脏还 有没有停止了 应该停止了 简单讲 然后因为停止了 他用最后的娱乐 人的自然反应 他想告诉大家 但是他 其实心脏已经停止 整个运作已经有困难 他用最后的力气怎么样 比一个心脏而已 结果最后就没有声音 直接就倒下去了 所以他那个是怎么样 心脏停止 人还会不会动 会不会 因为加拿大那个已经告诉我 绝对会动 你们也不要想那么多 那但是这一个动作 已经是最后的力气 了解我的意思吗 然后紧接着再倒下去 就不用怀疑了 那个就是生死交官 他到底是属于第几类 这个 这个就 就 我告诉你 就要看他的命 平常热能够不够 好 好 这一个 也是有动作 所以心脏坐停 会不会有动作 会 那他如果万一好起来 如果是属于第一类 好起来 他在进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会不会检查出来 也检查不出来 所以 这个就 我一开始就讲 原始点的诊疗是以症状为主 对不对 不是以仪器检查 仪器真正能检查出来的 他那个画面 其实很少 反而用症状来从我推 准不准 准 我在第一篇跟第二篇 花了很大力气 就在讲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说 主要如果仪器检查结果呢 作为主要整疗对象 有没有问题 有 第一个他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们还记得吗 我第一句话 会出现 以事实正常的状况怎么样 不符 有时候身体有病 检查却正常 有没有 那身体无病 检查却很多异常 所以他跟 这些症状完全是不能连结的 了解吗 这个在第一篇已经有讲 所以你不要再怀疑 他倒下去 你就把它当做心脏皱挺就好了 事后不管西医说什么 那个都不重要 救人最主要 了解吧 不要再说 一定以西医为整 那我救的是不是心脏痛 再去检查一下 不必了 这个动物 因为当你救起来 再去检查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西医也检 床落水无痕 也检查不出来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能以这个为主啊 尤其又生死交官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有时候死 他们也没有解剖啊 怎么会知道心肌梗塞呢 所以用这个词 我是觉得蛮有争议的 我一路这样反复思维 然后自己也看过这么多的案例 还有很多志工传来的 都看得到 那所以这些心脏骤停 我只能说有轻跟重 后面我们会讲到 那我们再来多看几个案例 再来做一些结论 我们看下一步 要大家先请机会 共起 你来 教育啊 可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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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意思 那样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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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间到 这个 这个状态了 停半天了 然后看看手 手已经热熟了 这才也就三分两分的过 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脸色那个烂黄 这个现象已经出来了 几乎就可以确定 没有热能了 热能已经耗尽了 然后如果再看手指头 那就更确定 热能已经没有了 这个 连碰都不要 这个绝对比什么更准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比什么更重要 比看有没有呼吸心跳 所以你要确定生死 不要再去摸他 有没有呼吸摸心跳 都不用了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 完全不要救 那你看他要倒下去之前 有没有动作 有 他怎么样 眼睛怎么样 扎几下 这样一直扎 然后就这样倒下去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个细微注意 所以我说 有时候要倒下去 心脏皱顶 他会有几个动作 有时候是手 有时候是脸 他想表达 事实上他已经表达不出来 这时候心脏 在我的看法已经怎么样 处于怎么样 停止状态 他只是用最后的热能 挤出这些动作 那这个是完全没得救 这一个我几乎可以确定 属于我刚刚讲的第三类 完全是没有热能 而且那么快 脸色就变成这样 好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促岛之症 促岛之症 大家好 我们是90EF5 喝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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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Middle Stage 效果 他们都要来热能 一些国家苦与 lis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她第一次有没有 靠了然后回来又推入正常 第一次这样靠下去她心脏有没有停止 我们各位有 认为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没有的时候举手我看一下 所以你们还在迷失 第一次在我的看法 现在我几乎可以断理她心脏就是停止 如果没有停止不可能 不可能她会有这种奇怪的动作出现 了解吗 然后但是她停止了她热能还够 所以很快怎么样又恢复了 所以她又开始动作了 但到第二次的时候热能真的已经耗掉了 这时候再倒她完全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就第二次再来 这种现象很多新闻都可以播报 你们只要注意 我常常看到飞机上就是患者倒下去 然后人家用CPR而已救起来 救起来没有多久又心脏坐停了 又在CPR就挂了 我看很多新闻都是这样 然后飞机下来医生来说已经宣判死亡 早就死了 我相信你们类似的新闻都看过 那第一次我说她根本就是属于第一类 所以反正你怎么按她都未起来 那时候有热能 但到第二次的时候没有热能的时候 你怎么按再也起不来 所以这一个你不要小看 她这个动作属于第一类 你看我刚刚举的那个做计程车的 她倒一下几次 前两次都没事都自己可以恢复 但因为不断的做检查怎么样 还有劳累根本没有休息 她就把热能怎么样 最后的热能怎么样 耗掉了啦 然后最后再发作的时候 你再怎么救她自己也起不来 然后加上在医院 所以我看也会把它做一些那个CPR 那做CPR是很猛的喔 你刚刚看那个国际那个 大家轮流做喔 那我们做都 我们的急救是有规定时间喔 两分钟喔 不能重复做喔 了解我的意思吗 等一下后面会讲到 这个也是关系到急救 但这个影片已经可以确定 其实她应该是属于第一类到第二类 也就是她第二次即便倒下 如果用对方好 我认为这个应该可以救起来 因为她体力还不错 那个小孩子呢 但她第二次倒下去已经属于第二类了 然后如果又压错又消耗热能 那就那就很难讲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心脏骤停 一身ison弱呀一身说 一身炮呀一身炮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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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就到这里 我问各位 这一个 他蹲下来的时候心脏的状态怎么样 应该停止了 没有停止怎么会蹲下 哪有表演到一般 我先蹲下来休息一下 没有这样 就是这种很突然间的 就是动作 几乎可以显示那内部出了问题 那内部就是心脏 最后也确定死亡 所以你别以为心脏停止了 没有动作 有些有动作 但是那个动作时间都怎么样 非常短暂 所以你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 你就应该怎么样 你看了这些影片之后 你就知道他稍微有一点在摸心脏的时候 你就应该怎么样 冲上去 先揉几下 但是有时候万一他摸假的哦 他只是摸一摸 好像闷闷的摸一摸 我们这样做好像有一点疼痛啊 所以确实他们心脏停止之后 会有动作 但那个动作时间都很短暂 但我们就要紧急看 如果真的 诶 确定他接下来就真的倒下去 立刻抢救 就是直接用 好 那这一个我认为 应该是属于第几类 我们来看 他体力还真不错 脸色也没有变 然后蹲下去还试图的怎么样 已经停止了还想起来呢 只是已经停止了 他没办法就知道 挣扎一下就完了 这个时间都很短 然后他唱歌还有动作还有效果 我认为那个体力真的还不错 所以我把它归为第几类 第二类 这应该可以救我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遗憾的消息 72岁的歌王郭金发 昨天晚上在高雄卫武营演唱他的招牌歌曲 邪恶霸掌时 人突然往后倒 虽然旁边有人立刻进行CPR送到医院急救 但最后打了30剂强心针还是回天法术 最后因为心肺衰竭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我们在一起为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加油 郭大哥 郭金发突然往后倒下 主持人冲过去立刻大喊 有医生在现场吗 刚好有一名乐事会CPR 立刻上前帮忙急救 救护车赶来将人送到国军802医院抢救两个小时 在晚间7点19分宣告死亡享受72岁 好 这一个 他有没有动作 完全没动作 他就是这样 然后直接就倒下去 他跟上一个还能够蹲下来 两个的体力显然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如果这 最后这一个 我认为应该他已经怎么样 第三类 不可能 这完全都来不及 那个热能撒那间完全停止 这个是蛮严重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只有怎么样 当机立断立刻碍 但很可惜 那时候厂上没有懂原始点 现在外面 其实要遇到原始点的还蛮少的 我认为懂原始点 我常常感慨了 现在推广了那么多年 但是真正懂原始点的 如大海里的一滴水 不懂的人懂CPR 却遍地都是 所以都遇到了CPR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一个 国庆化最后你们看了几个之后 我相信我这样的叙述你们已经清楚了 倒下去以后 其实最后的生死关键在哪里 在哪里 真的在热能 如果你有热能还是可以救我 我再举一个案例 由于有我们的志工救的 就是患者来 然后走一走就倒下去 他们赶快急救 急救马上起来 但是他们比较有经验 他们马上叫志工赶快怎么样 用红豆袋 然后去赶快热 然后他走到枕急床前 又倒下去 然后志工去摸他的手已经是冰凉 全部冰凉 那他们有些人就开始 讲他的朋友 因为他们两个一起来 他朋友就赶快 赶快叫医院来 因为已经死了 大家看都死了 那主办人他说 看他的脸色 还没有变成蜡黄色 苍白色什么 都没有 所以虽然手脚都冰冷 他认为硬开还有救 所以叫他们先不要打 然后就用两个红豆袋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大温敷 那大温敷经过四五分钟 他就缓过来 然后缓过来 他朋友就 哇 还好救起来 要不然一定挂 但如果那时候打电话 没有用这一个后面的动作 你想 挂 因为最后是用热能救起来 因为第一个是用体伤把它解开 但他很快又倒下去 那确定他热能怎么样 不够 就是我们按了无效就确定 这个是热能的问题 所以他还算蛮有经验 然后看他脸色什么都没变 知道他热能还没有耗尽 所以赶紧怎么样 上下加急 急速救起来 救起来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安利 他说他脸颜就是医生 所以不能报了 所以好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安利你知道吗 有时候都在想 我们坐过来 所以我们一路因为安利 让我厘清了很多事情 但是很可惜 就是有一些你要拿到还真不容易 好 所以听到这里 最后决定生死是在热能 而不是在于怎么样 检验的什么 呼吸有没有 心脏有没有停止 不要再摸了 你们以后急救绝对不要再 再去摸人家的鼻子 或摸摸心脏还有没有跳 了解吗 好 然后 也不要再去解剥了 那个都没有意义 起来就是起来 那该走的就走了 我们只能尽力 那以原始点 最后的生死为什么会说热能 我们来看下一段